這個朋友126元買的 他說現在有沒有上升空間 我們說鑑鋒利業 那基本上其實昨天的25% 就未必是覺得過火一點 那其實因為我覺得 他都相對來說比較可憐 我會覺得這個市場有點想怎樣 你資源的價格相對沒有那麼高 那時候本價到回轉去夾到一個80元 現在你的價格其實是由去年的 已經是平均價格是10到15萬 一個單位 然後現在升到40多萬 而回轉這個價格是插了一半的 那我覺得市場真的挺有趣的 我覺得特別是香港的市場比較有趣 好了那昨天下跌的因素 其實最主要是有兩個借口 第一就是說就是疫情的因素 而第二就是說 Tesla是因為你的價格太有瘋狂 所以開始想自己搞 不如自己搞理抗這樣去算 所以就令到市場擔憂了 是關於這些這樣的抗業公司 所謂的競爭能力可能會削弱 OK 但是我覺得這個很明顯你用常識想 你都覺得就是有少少 就是我會再講不知所謂 我會覺得這個OK 那因為整體的角度 其實你就算是多厲害的公司 好像Tesla那樣 就是世界第一公司也好 如果你要收購一套 然後再慢慢去撐拆 慢慢去弄的話 其實來說 你是不是真的說我好像玩具 那樣的那個買回來馬上可以搞呢 其實不是這樣的 你很多背後的配套 其實要做的OK 所以就是說真的去付諸實行也好 其實對於這些公司的潛在影響 都可能要相對比較多年之後 其實才會是反映到出來的OK 所以我覺得昨天的那個跌方 也相對來說是比較過火的 所以你看到暫時的股價 都是有一定的所謂的反彈 OK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這個股價可能是存定了之後 也都暫時覺得有一個太大的緩度的空間 因為就是說你就算是 怎樣追追股分 怎樣故意的游率也好 你不可以否定一個時勢 現在你的價格已經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這個 我當然也都很理性地 我不覺得你的價格是長期保持到四十幾萬 就是一個單位 因為如果萬一全年都保持到四十幾萬的話 其實這間公司的盈利會賺到是發了達的OK 那我也都不會說 因為那個價格當到這麼多 我就私心地希望它全年是這樣 但是即使你的價格回到一半 回到二十幾萬一個單位也好 其實也是遠高於上年的平均的價格 這個 如果是就算做到這一點的話 其實隔鋒利業的盈利應該也有一個比較大的增長 所以我會倒過來覺得 現在的股價 就是不是建議買入 就是不用給投資建議 還是起碼就是如果我上方 假設我有的 我這個位置不會那麼隨便去剪輸 好啊 這個Holly Holly 可以留意著 126元 他那個買入價你覺得有沒有機會上回 126元 你現在直覺這樣看 就是九十多米的價位 當然距離是高了一點 但是在中線的角度 我仍然覺得這個價位 是有機會可以上回去的 但是呢 你也提醒了 就是說香港的股票 一直是重力扔了下來之後 就算他最後注定了 就是以時候鏡的角度 最後上回 他都會經過 就是好像唐三檔那樣 就是九九八十一欄 就是中間可能磨地板 然後是高低波幅走來走去 或者在黎明前的前夕 還要是出那個懶是壞消息 再震多你一次 然後甚至西班上 這些那麼肉酸的 那些那麼激烈的操作奇景 在香港基本上是屍空見慣的 OK 所以其實我這樣講完之後 投資者都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上升的過程 就近乎在香港的文化 就一定不會那麼順利的 可能你要有比較大的 生理和心理的素質 你才可以抵抗到這些 那麼噁心的走勢